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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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當我見讓庫 大分量大滿足 有十足好料理 這一道料理我們就是說 吃多的也OK 這樣夠大碗了吧 夠夠了 對哈孝遠可能不夠 我會把它變成五倍大 五倍大 這是用苦茶油做成麻辣油 我們就把它稍微拌一下 你可以稍微把它拌一下 變五倍大就是這樣子 對 變五倍大 對 我們知道 這個聞起來味道不辣 好逸喔 可是很快很開胃 還有這樣做 別符合你的素 暫時纖維量夠 你會比較保護一下 對 大口吃肉新觀念 吃美食也很變瘦 怎麼身材正確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妳在吃飯的時候 是吃肉比較多 還是吃菜比較多 我非常的均衡 炫耀文 當然… 非常明顯 但是有時候你出去吃飯 我就是認為說無肉不歡 因為覺得肉多吃一點 我們成的老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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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來要吃飽 沖食 很多男生都愛吃肉 對 但是其實如果針對我們 很多肉食主義的人 我們說吃肉很容易發胖 會怎麼樣 但其實方法對也不見得 一定會胖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你想要 探討的這個主題就對了 是… 有點滿足我們的私心 對 還是想吃肉 但怎麼樣才不會胖呢 對 所以大家有多愛吃肉 一次多吃多少的肉 好 又吃哪些肉 來…三個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都是同好就對了 對 我們先從女生來好了 好啊 艾亞 艾亞應該還好吧 我就是屬於那種 無肉不歡的類型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是每餐都一定要肉 我連早餐啊 因為早餐其實大家可能 比較難吃到肉 因為早餐店可能吃個什麼 三明治蔬菜 或是自己弄一個沙拉 可是我去早餐店 我一定要有里肌肉 或是那種漢堡肉 因為沒有肉 嘴巴吃起來就是沒有味道 沒有香氣 然後也會覺得 我今天吃得不飽 如果只吃菜 胃會空空的 晚上睡覺很難過 所以只要有任何肉 妳都OK 大部分是牛肉第一名 然後再來是雞肉 牛跟雞我都OK 豬的話是 如果真的沒有就選豬 魚的話 如果這一餐吃吃魚 那就是等於沒有肉 對 觀感還是不一樣 對 好… 那若雅妳對於肉 妳的嗜好 我沒吃到肉 除了不開心 我會覺得 我好像根本白吃了這一餐 我好像沒吃飯 對 所以我就一定要吃肉 就像之前我常常就是 人家都說 女生應該食量很小 然後又特別是我們的工作 應該又是更會注意這個 肉量飲食的攝取等等的 那我們就常常出去就是 我的女生朋友們 她們就是會點 8盎司的牛排 然後多少的 然後還會分 share 一人一半 兩人分一份 8盎司還少 對 就太注重身材了 對 我是一個人就點個16盎司 18盎司 就是我的一份 妳一個人吃 對 你的食量很大 對 食量滿大的 應該跟小哈哥差不多吧 差不多 沒有 應該比我大 小哈根本就不用問 他這無肉不歡 而且你知道 因為我們是籃球員 所以我們必須長時間 需要很多很多的肉 就像獅子會去狩獵一樣 所以我們要吃很多很多的肉 你知道有一次 我們之前球隊的老闆 他認識那個就是橘色 很厲害的刷刷歌 的那個老闆 然後他們就講好說 讓我們球隊的球員去吃 人家一盤牛小排可能880 我們就說 先來10盤吧 然後那個經理還說 對 那經理還說不要開玩笑 我們就很認真跟他說 誰跟你開玩笑 來 然後那一天我大概吃了 8盤牛小排 就這樣就 一盤880 一盤880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 一千盤就解決 對 就從那一天以後 老闆就跑路了 老闆就失聯了 沒有在意外 合理 對 合理 非常厲害 真的合理 你好厲害 吃到8盤真的很多 當然大家愛吃肉 這是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是自己口譽的問題 但是不同的肉 它有不同的營養成分對不對 不是說你多吃肉 就是一定是不好的 來 王老師 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 雞鴨 魚肉 對不對 都是蛋白質 我們從肉的這個裡面的結構 還可以細分一些 來 所以你看 所以一般我們喜歡吃雞肉的 它可以恢復疲勞 它是B群比較均衡一點 B1 B2 B6 B12都有 豬肉可以恢復神經 它的B6部分會比較多一點點 除了蛋白質以外 另外牛肉 大家都知道 無虛 所以一般你看 有的人這種 不管什麼癌症 孕婦有沒有 醫生都會煮 再一次也可以多吃 多吃一點這個牛肉 對 另外一個 羊肉 都知道比較溫服一點 在冬天都要吃這個羊肉 對女生好 對 所以它這個對血氣來講 像因為我每次都吃剩禁食 都吃精力湯 有一陣子真的 腳會先會冷氣氣 很大重辦 中醫師就說燉羊肉 另外一個就是魚肉 魚肉各位知道 深海魚這個Omega 3 DHA 對這個腦部 健腦 眼睛 保護 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肉 基本上有滿多的功效 但大家要適量的 均衡的去飲食 這樣會有 好 但是邱醫師 這我們剛剛當然是在講 你說像小孩 那個肉吃成這樣子 那一定是長肉肉 對不對 可是我吃得很均衡 我每一種肉都吃 肉吃多了 體重真的是不是就容易超標 吃肉長肉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不對嗎 對 我講一個簡單的意思 因為營養素進到我們體內 它是會互相轉換的 舉一個例子 你看那個馬跟牛有沒有吃肉 沒有 馬跟牛不吃肉 他吃肉 可是馬肉跟牛肉長得很多 對 對不對 你看那個有馬油 北海道的馬油 對不對 牛油 牛油 它油從哪裡來 它不吃油 它只是炒 它真的怎麼有這麼多油 對不對 所以表示什麼 脂肪 蛋白質跟澱粉 這三大營養素 消化吸收以後 在體內會互相轉換 不過糖會變成氨基酸 也會變成脂肪酸 所以只要一個東西 你吃得夠多 沒有消化掉 沒有用完 它就是會轉換成脂肪 所以是量的問題 對 好 所以大家就不要擔心了 這個名字先破除了以後 吃肉如果要減肥 這有方法的正確性與否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題目 晚餐想要減少熱量的攝取 可以只吃肉不吃飯嗎 全部差 大家有自己同啊 因為我常常用吃肉的 減肥方法 所以晚上我不太吃澱粉 比如說吃那種酸酸鍋 它不是會附那個 什麼冬粉麵飯 那個我就都不要 可是我可能肉 會Double之類的 就是變成換成肉 可是因為我在運動嘛 健身 然後那個教練是跟我講說 你如果不吃澱粉 它就沒有那個啟動 減肥的健康 因為比如說我們運動的時候 要吃一點地瓜 就是要非精緻澱粉 你如果是吃白米飯那些 吸收大部分是熱量 可是如果是地瓜 或是好的馬鈴薯什麼的 它是好的澱粉 你又不要吃過多 它可以幫助你消耗熱量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 只吃肉不吃飯 真的喔 只是那個飯可能要換成 非精緻澱粉 是這樣子 對 我純粹就是一種 沒吃飯不會激腰的一個心態 這樣 對 如果說你只吃肉不吃飯 我覺得我吃不飽 我可能過一下馬上 又要再吃別的東西 餓得好像比較快 比較快 但你已經要減少熱量的攝取了 對啊 你不是在講你自己本身的狀況 是人家要減肥要減肥嗎 對啊 因為我本身只要來這個節目 我就永遠是一個 反面的教材 其實我知道任何事情的方法 但是我其實我 辦不到 對 但是我辦不到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要營養要均衡 因為有時候澱粉它 我知道身體在消耗一些 可能譬如說你需要一些 讓你的這個基礎代謝率 要變高的話 我知道需要一些澱粉 對 我自己的感覺是 當然我沒有像專家們 這麼厲害 他也可以記得說什麼 什麼澱粉有多少的熱量什麼 但我的觀念就是覺得 澱粉也有分好的澱粉 跟不好的澱粉 我們吃的話 還是需要選擇好的澱粉 這些好的澱粉 如果你沒有去攝取這些熱量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熱量來幫你燃燒這些脂肪 你也沒辦法 把那些脂肪代謝掉 相輔相成的意思 對 一定要有東西來幫助它 對…就是我的觀念 跟漢丸觀念滿像的 是 滿像的 跟我其實也一樣 沒有跟你 你是硬要攀他們好不好 沒有 我跟我也一樣 來 邱醫師解答一下 好 其實如果是以 要減少熱量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多吃肉 少吃的澱粉類 的確是可以降低熱量的攝取 這是圈 是圈的… 但是營養的問題 如果是以營養均衡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吃下來 當然營養會比較不均衡 因為你蛋白質的含量 大量提高 但是其實我要講 這個答案是對的 但是如果 如果你說它的均衡的問題 我可以在早餐或午餐 把澱粉 把青菜吃完 是 你講到的非常重要 這樣可以嗎 我們講一個均衡的概念 如果有時候 我們因為環境不允許 一餐無法均衡 那我至少一天下來 我營養均衡 你懂這意思嗎 如果一天不能均衡 至少我一週均衡 長時間下來 我是均衡的 可是這個奇怪了 因為肉你說 你說熱量 可是肉的熱量 其實它裡面有油 脂肪 對啊 油都增肥 怎麼會 它熱量會比較低下來 有些肉油很高 剛剛我們王老師有提到說 牛跟羊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要減肥的人 比較不建議你吃很多牛肉 或羊肉 紅肉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們都不知道 就是 反式脂肪的問題 反式脂肪 我們現在知道 反式脂肪不好對不對 像麵包 奶油裡面 加工類的 對 麵包 奶油裡面 很多反式脂肪 對於心血管 堵塞是有風險比較高 對不對 可是你們知道嗎 牛跟羊 他們在吃草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就會把草分解成反式脂肪 對 所以牛羊 它分解成反式脂肪 牛肉跟羊肉裡面 反式脂肪是偏高的 所以你在吃牛肉 羊肉的時候 你不小心也吃了很多 反式脂肪進去 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現在減肥的時候 我們盡量吃白肉 不要吃紅肉 對 因為營養師的觀點也是認為 不能夠長期不碰澱粉對不對 對健康會有危害的 其實他們做的研究 就是完全不碰這件事情 就是是不可行的 因為人體真的需要有澱粉 所以我應該先講一些 就是複利這樣子 就是他是那個 腎臟科醫生轉來給我的 對 不是來看減重 是腎臟科醫生轉來給我 那我看一下他的過去史 我就說 你怎麼在一個月瘦10公斤 他說因為我吃肉減肥 所以我瘦10公斤 我說那你為什麼會來 因為腎臟科醫生說我要洗腎了 所以仔細聽 吃肉減肥法 這件事情對有些人很不適合 比如說尿酸膏或普林膏的人 他其實隱藏性 他都會有腎臟功能已經不好 他只是不知道 這群人這樣子坐下來 他真的會瀕臨洗腎 對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坐一坐 他就會過來跟我講說 營養師我覺得這種減肥方法 是不是會很容易生氣 因為他是老闆 他說因為我已經三不五十 在那個會議廳裡頭拍桌子發脾氣 對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老公會偷偷跟我說 營養師你覺得這個減肥法好嗎 我老婆最近三不五十都會一直罵我 所以這個吃肉減肥法 就一個就是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情緒會變差 真的喔 對 情緒會變差 然後有些人會頭暈 再來就是比較簡單的一些副作用 就叫做便捏 因為你吃肉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相對你的蔬菜水果等等 這些你可能都吃得少 飯也少 所以其實這長久而言 是一個不太建議的 你短暫一個禮拜其實都OK啦 但是大多的人 沒有辦法撐過兩個禮拜 其實我們今天講到吃蛋白減肥 這個是美國這個醫生叫Ipin 他發明的減肥法 那其實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他有他的訣竅 所以我今天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他是分階段 分階段 他不是說從頭到尾都只是說不吃米飯 你們要注意聽喔 好 好 好 注意聽 注意聽 第一個叫做誘導期 就是說你現在開始減肥的 這個叫誘導期 誘導期的時候你看 要嚴格限制米飯麵食 絕對不吃 絕對不吃 對 當然吃蛋 肉 魚 這些東西 豆子都可以吃 那麼蔬菜可以吃 水果只有一點點 不是完全沒有 你看蔬菜裡面有沒有澱粉 有耶 蔬菜裡面有沒有澱粉 對不對 所以只是降到5%以下 那是時期多久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知道嗎 對 兩個禮拜下來你可以瘦多少 你知道嗎 阿金的實驗他們發現 兩個禮拜可瘦10% 你體重了10% 10%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我74公斤 那80公斤 我74公斤 我去瘦13公斤 10% 你喔 你113 我師傅有影響出來 對啊 你怎麼會換 130 你130啊 OK 第二個叫做減重期 減重期代表什麼 代表你體重還持續的在下降 這個時候 聽起來好棒喔 很棒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吃 少量的米飯面食 怎麼樣叫少量 這3分之1到4分之1的量 美菜 如果我平常吃一碗 我就只要3分之1位 但是這個是一個概念 用什麼來做監測 對 所以隨時要驗尿 對 要驗尿 如果這時候尿裡面還有同體 代表你還在燃燒脂肪 對 這樣的話 可以慢慢增加米飯面食 OK 但是一旦尿裡面驗不到餅頭 同體了 就表示說你這個米飯面食 太多了 你不燃燒脂肪了 對不對 對 這樣的話就趕快 要減少那個米飯面食 對 這樣大概多久 兩個禮拜 有這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還會再減5% 最後就叫做維持期 維持期你就可以完全正常吃了 懂嗎 這樣多久 一個月以後 正常吃 這個米飯面食你就可以正常吃 但是要用什麼做監控 用體重做監控 體重 如果這時候減下來體重 沒有反彈 沒有回來 就表示說OK 這樣吃是沒有問題的 對 真正嚴格講起來 比較不均衡的 就是那一個月的時間 對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嗎 如果一個月一個禮拜不能均衡 我們就兩三個月 慢慢慢慢把它均衡起來 慢慢就維持減下來的其中 就不會負貪 用這種辦法 對 就這麼簡單 對 講起來簡單吧 不是說自己可以這樣子來弄真好 不是 一定要已經養師 隨時一直要檢測 對 那王老師也有這個 比較簡單一點的減重方法 對 其實一般我們吃飯 我們都一口飯 一口肉 對 一口飯 再一口菜 那如果是哈孝遠 一定是一口飯 一口肉 一口飯 一口肉 其實你就是 改變一下這個順序 就是一口菜 第一階段應該是說 菜肉 菜肉 第一階段 對不對 你是不是一口菜 一口肉 一口菜 一口肉 希望得到品 就是完全沒有澱粉 那到第二階段 其實我的做法就是 一口菜 一口肉 一口菜 一口飯 把澱粉大概就控制在四分之一內 對 那你吃久了習慣 你有吃到肉 也有吃到飯 那我的菜都希望做到 最少要有一半 好 來 再來另外一個是 好 跟熱量有關的 好 來 這個問題要請教大家 想要減少熱量的攝取 又想要吃肉 應該得要吃哪一種肉呢 一是雞翅 二是牛小排 三是豬小鯉雞 好 二一三 三個都有 都有 你們是依照這種喜好嗎 對 對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要減少熱量攝取的話 我是用刪去法 就這三個 我覺得雞翅膀呢 跟雞胸肉比起來 它的脂肪是真的會多很多 對 但它會高過牛小排或是豬嗎 我覺得會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所以我覺得最瘦的 因為牛小排 也有它一些油花分布 所以我覺得最瘦的是豬鯉雞 好 一根雞翅都是骨頭 肉才那麼一點點 你知道皮其實也不多 你知道嗎 那你看那個 不管豬 豬一定是不好的 我跟你講 牛小排口感要好 因為它其實它的油花 分布得很均勻 很漂亮 所以絕對是雞翅 絕對是雞翅 絕對是雞翅 好無疑問 絕對 你絕對是錯的 因為雞翅就是最胖的 因為我去看什麼什麼 我就反正是健身那些 都說不可以吃雞翅膀 因為雞翅膀的熱量很高 而且吃起來很順口 油很多 對 牛小排因為它還是有點嚼勁 然後也是有肉口感的 我覺得它應該也OK 也OK 對 但豬就是 就算它瘦我也不會吃 因為它就不好吃 就不好吃 看體重就知道 一定是你選錯的 對 我也覺得 看看誰錯 營養師 我覺得艾亞這句話 說得還滿好的 所以說 一手先七次被淘汰了 對 什麼可能 對啊 那標準答案就剩2跟3 牛還是豬 標準答案的話是豬 是3 3 你到底吃 艾亞也錯 豬 雞 牛 這三個是我們最常吃的東西 對不對 最常吃的肉類 最明顯最瘦的是誰 就是去皮的雞胸肉 同樣100公克它是最明顯 它是最瘦的 對 那我們看有皮跟沒有皮 你看這是帶皮的雞胸肉 那剛剛還是去皮的雞胸肉 超厲害 一百 一百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差為什麼很多 再來就是相對 如果說豬肉和牛肉 都是紅肉 要選擇的話 還是會建議大家先選擇豬肉 因為豬肉它的熱量 整體而言 大部分都會抵怎麼樣 牛肉來得瘦 那你看像為什麼 對 然後你看 最常就是我們去吃牛肉麵 很多的牛肉麵 都是牛腩做的 對 所以它的熱量 其實都是很高的 那像反而就是沙朗和菲利 其實它相對是低的 就是如果你要去吃 但是其實你這樣子減重法 你會發現 對 就是真的還滿貴 然後所以你看豬肉的 就是豬肝連肉 其實是外面 我們就是有時候會吃得到 就是麵店 對 所以這個還OK 但是往下來看 像控肉這些東西 五花肉 全部熱量都會怎麼樣 增高 所以簡單給大家 就是雞肉還是優先選擇 帶皮的相對熱量會多一倍 那牛肉相對就是熱量 會來得更高 那其實牛肉還有這個 牛肉基本上它是反除動物 跟羊肉一樣 可是它的反式脂肪 其實不會影響到 我們的心血管疾病 是它的飽和脂肪 就它整體的油太多了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心血管疾病 其實我們現在探討的 都是圓形的肉類 對 所以你看到圓狀 好 那其實我們吃肉 我不知道 各位應該也是 加工肉類也常吃吧 什麼肉乾 肉鬆 貢丸 那貢丸 那貢丸 對啊 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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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舉貢丸好了 你知道 一個貢丸大概20公克左右 對 它大概就50大卡 50大卡 大概什麼概念 五顆就一碗飯 五顆 貢丸 所以你吃一碗 很容易吃五顆 對 你一定會吃 因為各種貢丸對不對 所以你一餐火鍋吃五顆 就等於你吃一碗白飯 大概這樣的熱量 對 所以你的加工肉類也要特別小心 那燕餃是更厲害 你知道最厲害的是那個蛋餃 對 燕餃 蛋餃真的是千兩瓶 為什麼 蛋餃感覺滿瘦的 蛋餃很瘦 有一點點肉 不是 因為一般 你知道這種加工肉類 要吃到好吃 就跟你麵包一樣 麵粉揉水去烤 是硬邦邦的 但一定要加奶油 烤得才會好吃 對 所以蛋餃是有加奶油 對 一定要加奶油 所以你那些加工肉類 一定要再額外添加一些油脂 讓它吃起來更滑順好吃 所以你看燕餃也是用絞肉做的 你看我們看最瘦的豬肉 大概130多卡 你看燕餃大概100公克 一樣100公克 大概就超過300卡 那我們就吃圓形的那個獅子頭就好了 它沒有那個蛋 什麼圓形的獅子頭 圓形呢 獅子頭是圓形的 獅子頭也很油 你有出過方形的獅子頭嗎 不是那個圓 不是三角形圓形的圓 獅子頭它沒有上面那個蛋皮 它就沒有加奶油 對不對 但裡面為了潤頭 它的油脂很 會下很多油 還會加那個油 裡面還會加壁脆 你知道嗎 那個味道才好 在南奔市場那邊有一家 這就是我來報給你們說 好了 重點不在這個 那熱量高啊 像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因為我其實也聽過 除了吃肉減肥法之外 我們吃的海鮮的熱量 好像比肉類再低 雖然我也覺得海鮮不像肉 因為吃起來感覺沒有那麼飽足 不是肉 可是因為海鮮熱量 似乎是不是比肉又再更低 吃起來減肥是不是又更有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海鮮的部分 其實這個給大家選擇一下 這個是蛤蜊 這個是蝦子 然後這個是濕木魚肚 所以大家選擇一下覺得 哪一個熱量最低 同樣的重量之下 最低 最低喔 最低喔 小哈你都是朝有脂肪的地方走 我不管 就是因為潤口 那個魚油它是好的東西 它這個魚油是很容易排出去的 排出去 很容易排出去 再加上我跟你講 濕木魚大家說它是海中的牛肉 牛奶 濕木魚是養殖的 對啊 養殖也是一樣 它是好的東西 濕木是很棒的東西 是很棒 對 好 來 那你們兩位選一 對 我覺得是因為吃起來的口感 因為蛤蜊就是一個 吃起來沒什麼感覺的 雖然我選的是它 但我不愛 因為吃起來很沒有飽足感 然後可是也很多人減肥 會喝那個蛤蜊湯 對 蛤蜊湯煮起來沒什麼油 對 因為我記得看一些減肥的食譜 它蛤蜊是常常擁有食材 然後加一些蔬菜煮 就是熱量很低 可是蝦子第一個 蝦頭雖然很好吃 可是呢 你吞什麼口水 你吞什麼口水 吞 肚子餓了 因為妹妹倒出來 她最近在吞頭水 對啊 我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雖然它就是吃起來的 口感有 但我覺得它還是比濕木魚瘦一些 就排序的話 蛤蜊一定是最瘦的 然後再來蝦子 最胖的一定是濕木魚啊 所以濕木魚肚 魚肚肉牙就不會吃是不是 我會吃 但是呢 剛剛就是這三個選的話 我覺得濕木魚肚的熱量 是算高的 因為它的濕木魚油其實我 整片的 魚肚的那個油其實我很愛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煎得酥酥的 煎得酥酥的 那非常香 而且我也知道那是好的油脂 所以適度的攝取還是好 所以我還是會吃 只是這三個比起來 我還是覺得蛤蜊的最少 因為蝦子蝦頭的蝦膏 總還是也是感覺那個熱量 會滿高的 對... 正確的選擇 其實它真的就是蛤蜊 它的熱量是最低的 蛤蜊 蛤蜊其實這樣一盤 就是我們這都用100公克 一盤的40 只有40顆的蛤蜊 熱量才37 這麼多 熱量才37 好大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低熱量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菜場 買說買個150 對 一盤對不對 對... 所以一個人把它就算全部刻掉 也沒關係 對 所以假設你真的想要吃肉 減肥法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也是一種肉 這也是一個優質蛋白質 對 也是一個優質蛋白質 這樣子 然後再來 牡蜊其實跟蛤蜊就是差不多 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熱量都是低的 牡蜊的膽固醇 人家說是優質膽固醇 對 所以也沒有關係 其實講實話 它算就算是優質膽固醇 但是譬如說像尿酸膏的人 對它來講 它真的就是還是很明顯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是吃內臟 了解 那生蠔也是跟牡蜊同一吃 一樣 對 但是如果說尿酸膏的人 其實他吃像蝦子和魚 其實是很OK的 對 但是 對 尿酸膏的人 或普林膏的人 但是如果說普林尿酸膏的人 他吃濕母魚肚這個 就算它是蠔油 可是它會抑制你的尿酸排出 你在講小哈就對了 沒有 我只是在講 你不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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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正常是遇到的 沒有 最近隨便都有人 就是提醒 就是蝦母魚肚真的會讓你的尿酸 就是沒有辦法代謝出去 所以很多人吃了 因為它很油 油會沒有辦法讓尿酸排出 所以就會變成 你很容易就是尿酸 這個就會上升 所以尿酸是 所有的魚都要避 不是 是油 只有魚 蝦母魚肚 對 非常油的這種魚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我用炒魚 是因為一般的這個炒魚 就是有頭有尾 應該這樣形容 所以它其實的熱量 也都是低的 就是你只要想像 這一類有頭有尾的熱量 其實都是低的 反而我們越說就是 魚又高的 它其實熱量就是越高 對 蝦子有點出乎我醫療 食肢 對 食肢 蝦子如果你連頭都啃裡面 那個高不是熱量高嗎 其實高 那個蝦頭的高熱量不高 它只是膽固醇 膽固醇高 對 有痛痛的人 或是尿酸高的人 頭是不是也不要吃比較好 應該是說膽固醇高的人 其實他真的要很常吃這些東西 也不容易 它大部分其實是因為它的豬肉 肉燥飯或是加工品吃太多了 它飽和膽固醇太高 會比你的單純膽固醇高 會來得更重要 對 所以現在的觀念是不同 是你整個飽和脂肪 而不是單一一個膽固醇高 因為講實話要天天這樣吃 這麼垂操的人也不多了 不少錢 對啊 不少錢 對啊 所以其實我除了不能吃 私牧魚肚之外 其實我不管文葛 牡蠣 蝦子 我都不能吃 其實你可以選擇這邊 我現在和解了是不是 你在問一下是不是 你要問問 我給他一個機會 其實你這邊的選擇都可以 這都是你很適當的選擇 魚可以 對 那如果譬如說你去外面 如果真的要喝湯 其實這個湯的選項 蛤蜊湯也OK 蛤蜊湯可以嗎 蛤蜊湯可以嗎 因為其他的 沒有 就可以吃肉 因為它其實蛤蜊湯的量都不多 所以它整體對你來講 它反而是相對跟其他 比起來熱量少很多的東西 因為我聽人家講說 我痛風不能喝蠟筋 對不對 對 因為它會特別的濃縮 它更濃縮 對 更濃縮的關係 但是一般你煮湯 其實你看它不像鹹筋 它是沒有加水分 直接這樣蒸餾出來 有點像蒸餾的感覺 但是這個你煮水 一般一碗就幾顆 基本的幾乎都是 所以還好啦 我應該這樣解釋 就是假設你今天去吃一碗 牛肉湯 跟你喝一碗蛤蜊湯 其實牛肉湯 對你的尿酸影響性 痛風影響性會高過蛤蜊湯 對 牛肉湯比較高 對 因為其實在一個 尿酸的發作的狀況 它不是單一只有看 看尿酸值高不高 它其實是一個綜合性 比如說它整個熱量高不高 也會影響到 對 它整體的這個 保護脂肪等等 這是它一起判斷 那我只能簡單跟你說 這兩個去選擇 這個反而會安全一點 以一般的尺寸的大小來看 那真的打破我們的迷思 對 是 不過這個肉如果 除了這個熱量 會讓人家變胖以外 我們是不是還要擔心 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也會讓我們變胖 其實應該這麼說 你如果不管是吃肉 吃米飯或者是 蔬菜水果 你只要過多 超過你的需求 一定會變胖 只是說它的來源不同而已 那吃肉 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吃肉吃太多 因為我們剛剛有人提到說 可能會有便秘的問題對不對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肉都沒有膳食纖維 對 沒有膳食纖維 到我們大腸當中 你知道大腸裡面有好菌 有壞菌 對不對 好菌就是益生菌這一類的 它是靠這個澱粉類的東西 或者糖類 讓它當食物 肉類會分解成胺基酸 胺基酸是壞菌的食物 所以你如果單吃肉 不吃一些其他的一些 纖維質 或者米飯麵食 這一類東西的話 你的腸道當中 長滿了壞菌 你懂嗎 那長滿了壞菌以後 好菌就被壓抑不生長 這時候壞菌會變成什麼 便秘的問題以外 還有什麼大腸癌的經驗 對 是這個問題 所以才說 你們要吃肉姐妹可以的 但是不要長期間 營養不均衡 對 這個重點在這裡 但是只要任何營養素過多 還是會胖的 不管妳吃什麼 這個大家要要這個 但如果真的很愛吃肉的人 要他們一時戒也沒有辦法 那如果真的要提高蔬菜量的話 要怎麼樣做呢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把兩位專家的意見 剛好綜合起來 就是剛才王老師就說 要先吃菜對不對 對 然後邱醫師說就是 如果你沒有吃到菜的話 你的壞菌就會增加 對 那所以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等於吃肉多就會變成酸性體質 所以酸鹼要平衡 你要有個鹼性的東西去平衡它 就是蔬菜 所以酸假設是1 鹼性的東西就要2 你才能夠去平衡它 所以你就想 假設你今天 你吃的這個牛肉就是這麼大 你等一下吃的煮熟的蔬菜 就是它體積就是 還有它的兩倍大小 所以其實小孩 你愛吃多少肉 我覺得OK 但是你的比例就是 等一下蔬菜量 就是要兩倍的肉的量 你吃的八盤牛小盤 你要吃十六盤的蔬菜 對 所以這個最主要就是 為了要怎麼樣 就是你吃肉 但是你還是要健康嗎 那健康的概念就是用簡單 我們一般的這個民間的說法 就叫做酸鹼平衡 酸鹼平衡 對 那酸鹼平衡是1比2 2就是蔬菜 你不能1比1 1比1其實你只是很勉強 不便祕 但是你1比2 你才能夠達到 就是你真的有意義的 還就是又減重又可以 就是對健康是比較穩定的這樣子 我們這個腸道便祕 當然就主要有四個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水分 對 第二剛才講的這些蔬菜水有纖維 那另外還有一個 剛才球衣講的益生菌 我們腸道裡面的菌 占身體也大概有 快1公斤的重量 所以益生菌要夠 額外補充嗎 不用 當然如果你有便祕 當然就需要去調整 那你本身我們就要有一些益生菌 所以多吃發酵食物 也是很大的關鍵 發酵食物還有一個就是酵素 所以我常每次都跟很多人在聊 你去出外旅遊 你就很明顯可以發現 第一個是韓國 第二個是泰國 我發現去這兩個國家 都不大會便祕 為什麼 都吃泡菜 你看你去 像我印象我去泰國 你會發現泰國連那個路邊攤 吃燒烤有沒有 一般我們在台灣的 台灣的夜市 對 都整顆高麗菜 對 什麼蔥 連那個腸豆都吃生的 讓你吃燒烤 就讓你拿菜這樣啃 雖然你會擔心 這個到底胃不胃生 但是你會發現 他們就是這樣吃 蔬菜量就會夠 你看你去吃韓國烤肉 一樣韓國烤的烤對不對 你看日本烤肉 就是用飯再配烤肉 你看日式燒肉店有沒有 你看韓國烤肉店 就是拿一大堆生菜 泡菜大素 青龍辣椒有沒有 他們連當地人的米粉湯 他都會給你生菜 讓你加進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 跟泰國飲食裡面 真的滿可取 如果真的你要以生菜 又要享受美味 這兩個方式 真的就是菜跟肉的平衡 這個是這兩個國家 我覺得做得滿好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如果你吃肉吃多了 要改善便便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 要運動 運動 你看那個獅子老虎都吃肉對不對 他沒有便便的問題 為什麼 他為了捕獵 他一定要一直跑...對不對 運動量很大 他真的沒有便便 他沒有肥胖的問題對不對 也沒有便便的問題 那就是運動量 因為我以前還在打球的時候 一樣肉吃很多 但是菜可能沒有那麼多 但是因為運動量很高 所以每天非常順暢 現在不打球以後 以前可能一天有五次 現在已經一天只剩三次 一天五次也太誇張了一點 我跟你講 早上起來一次 然後練完 早上練完球一次 沒關係 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沒有想要知道 你什麼時間 我還跟妳講 剛剛開路前也有一次 對 我剛剛開路前也有一次 所以待會兒錄完 又要再去一次 這真的很順 真的很順 運動很重要 當然我們說到要控制熱量 烹煮那也是一個 要注意的事情 是 所以來看看這個題目 要考考大家囉 就是有關於鮭魚 哪一種烹調方式 最適合想要減重的人呢 一是清蒸 二是乾煎 三是生吃 全部都生 都是撒心裡 不是 因為鮭魚其實 我覺得它油脂分 就是算是比較油的魚 對 就它油脂滿高的 油脂多 所以我總覺得就是 原味是最 就是生魚片應該是 完整 就是最不容易 就是熱量應該是最低的吧 我感覺是這個樣子 那清蒸會不會把油又蒸出去了呢 那如果清蒸會把油蒸出來 乾煎也會把油逼出來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想 對 有補充嗎 我跟你講 一樣差不多的意思 你生吃它那個油是好的 但是你乾煎再或清蒸之後 一個高溫下去之後 就變了 它就變直了 魚油就變不好 滿有概念喔 我是覺得一跟二 你光蒸完跟煎完 不可能不加調味 對啊 不加調味 又增加了 就是它一定會加一點 比如清蒸會加一點醬油 那你生吃也要 你生吃不加醬油 生吃你只加芥末其實還好 還有醬油啊 可是有的人不會加 因為好吃的鮭魚其實 配一點芥末就可以了 我會吃圓 但是生吃鮭魚還OK 你是以口感來判斷 對… 好 來 妳要吃哪一種 答案其實是 超乎大家想像 它其實是二 乾煎 哪有可能 最適合想減肥的二 乾煎 對 因為其實 乾煎 對啊 這怎麼樣也是清蒸吧 這怎麼樣也是清蒸 乾煎 來 說說看來 好 為什麼就是 因為乾煎就第一個 然後就是 不加油 對 不加油 我們這樣子定義它叫做乾煎的話 其實他們日本有去做研究 日本人很好玩 他們喜歡把各式烹飪的方式 去做研究 是 那就會發現譬如說 生吃其實是這個 譬如說鮭魚保留營養價值 最高的一種方法 對 你們都說對了 沒錯 蠔油留下來 但是因為乾煎它反而 會把那個油給逼出來 就像你們剛才說的 鹽酥雞有沒有 去吃那個炸的有沒有 它真的是把油 可以逼得出來 對 所以它其實反而就是 你不加油地去煎它 它真的反而可以 你們如果煎過那個鮭魚 就會發現它是不是油 就跑出來了 但是你不要說煎之前 加了很多油下去煎 對 直接煎 清蒸的話 它其實也會有一些油出來 可是它的比例 就沒有像乾煎這麼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因為這個跟熱量有關 因為減重的人一定會 跟熱量脂肪都會有相關 所以你考量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是乾煎這樣子 出乎意料 那這樣子 我真的要問醫師 一個真的很為難的問題 很為難 很為難 人生當中 不是 這一個為難 不是 那真的太為難了 有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問題 有時候晚上 我們在家看電視 一定要來一點鹽酥雞 配一個啤酒 那真的是沒辦法少的 還配啤酒 一定要吃一點的時候 那很舒服 一定要吃一點的時候 那怎麼辦 對 必須要吃 對 對 那接下來吃完以後 我要怎麼樣 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可以讓體重 至少可以稍微補救 補救 對 如果吃了鹽酥雞 因為基本上 已經都進到胃裡面 黑啤酒 對 所以我們兩個方式 讓它減少對身體的 不好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 盡量減少它的吸收 對不對 第二個 吃蟹藥 不是吃蟹藥 那一隻蟹藥 那一隻蟹藥 吃蟹藥 為什麼不讓它吸收 讓它等一下有方法 讓它減少吸收 第二個就是 讓它趕快離開身體 趕快離開身體 那對 所以你知道 我們去吃燒烤 有的燒烤店會給你準備 那個什麼切的蔥 碎蔥 綠蔥 白蔥 你知道嗎 吃燒烤配那個 其實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如果跟著這個蔥一起吃下去 它裡面有很多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 在腸道中會阻擋 這些油脂的吸收 對 所以這樣的話 減少這個油 進到我們身體來 我剛剛講阻擋的意思就是這樣 另外它也本身 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像這些辛香料 它本身就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它可以讓它趕快離開 往這個大腸的地方移動 還有一點 你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但是蔬菜水果 畢竟還是有熱量 如果你想要不要有熱量 也能夠減少這些油脂的吸收 還有一個好方法 就是喝綠茶 喝綠茶 油切一下嗎 對 不要配啤酒 油切啊 油切綠茶 基本上綠茶的多分 對 把它用綠茶裡面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茶的多分 多分本身也可以抑制 糖類跟澱粉的吸收 所以在腸道當中 對於我們不小心吃了這麼多 一般的綠茶不好 不健康的食物 茶葉泡的 我們當然講的綠茶是 基本標準來講 一定是綠茶茶葉去泡 對 你事實上那種 到底含有多少比例 我們沒辦法吃 所以就是說 用綠茶來換啤酒這樣子 做綠蛋 那乾脆不要吃 但不是綠茶口味的啤酒 綠茶口味的啤酒不行 不是喔 你真的綠茶 好 但是如果鹹酥雞 你現在小孩 真的人難免有口腹雞 你是自己也想問 誰不會吃 有時候你聞到香味 你說不買嗎 那真的很難 對不對 太難受 如果我們真要挑鹹酥雞 有沒有辦法讓我們 又可以滿足 但是以後熱量不超標 熱量不超標 我覺得應該大概來講 比如說一般來講 一般500卡到600卡 是一般人減重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鹽酥雞有分大份和小份 我們小份的鹽酥雞 然後一樣剛才的酸鹼平衡 你要把它帶進來 所以比如說小份的鹽酥雞 你就配蔬菜就是兩份 因為它不是都一份一份嗎 對 其實這樣的熱量就大概 對 對 鹽酥雞蛋 鹽酥雞蛋 不然怎麼辦 不然配水煮的 沒有 可是我可以分 我分享一個訣竅 真的如果你真的想吃 你又想那麼多對不對 你都知道那麼多 就不敢吃 但是第一個我可以決定一個 時間點 像我如果真的買 你要早一點買 對 早點都不開 早點都不開 16點 沒有 沒有賣 你來賣 你常買的話 你如果固定在你家附近的 我建議大家如果真的上班族 你也沒辦法那麼挑什麼 還在加豬菜水果不可能的話 那你第一個早一點買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因為你買到最晚上機 你會發現那油的顏色 越來越來越來越好吃 對 後面的油其實會比較早 越來越好吃 第二個你盡量不要 粉不要沾太多 第三個 這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九層塔 九層塔一般它會過油 那是爆香而已 對 沒有 我就會交代 像如果你真的要吃 我就會交代老闆 你不要給我爆油 你會放新鮮的下去 你一樣可以吃到味道 又可以吃到鹹酥雞 為什麼是 九層塔優點菜什麼 九層塔也是剛才我們講的 你要一定要吃到蔬菜 來去搭配它 還有一個辛香料 也促進血液循環 可以增加代謝 那你唯一吃這包鹹酥雞 你只有可能那個九層塔 如果像哈孝遠 你說我也不會去點什麼 炸什麼四季豆 我也不會去點什麼雞針菇 誰要炸那個 一定是炸油 對 所以你唯一有可能吃到蔬菜 就只有那幾頁的九層塔 如果你又再去炸過 那就更糟糕 所以你可以跟老闆 多要一點生的九層塔 把它拌在裡面這樣吃 我覺得至少不無小補好 至少平衡一點 這也是一種建議方向 但剛剛一樣 是說一份肉 小份的 小份的 幾塊錢一小份 對不對 搭兩種蔬菜 大概原來就是600卡以內 對 所以就當成一個正餐 我覺得還滿OK的 當然你餐不能是額外的 那是點心 對啊 配一杯綠茶 就是三芽補 沒有這個點心 一份兩個菜他可能吃不少 不是 你們不要一直講我 你們自己會不吃嗎 偶爾 但是所以我們現在建議你說 如果要是怎麼吃 對 會比較OK一點對不對 那他如果三餐都這樣吃 也不行 當然 不行 但是你三餐要吃 我們有別種可以建議的 像你肉食料理 我們讓你多吃一點不怕胖 對不對 不會怕 真的假的 好厲害 這個這一道料理 我們就說吃多的也OK 對 對 叫做瘦瘦雞絲 瘦瘦雞絲 這什麼名字 不太好了 非常直白 瘦瘦雞 這樣夠大碗嗎 可以 但是對哈孝遠可能不夠 我會把它變成五倍大 五倍大 讓你感覺吃起來 五倍大 更有飽足感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現在人要談減肥 真的是 很多人就味道不滿足 所以很多人要放棄 很多人一個定義 也是定義是重口味 好像對身體不好 其實我們今天要示範一個 等一下你們吃吃看 它就是重口味 又來 又可以瘦 這個口味瘦瘦雞絲 對 那這個關鍵 雞絲你是用雞胸肉 還是雞腿肉也可以 雞胸肉直接燙熟 切皮 就去 嘗試就好 第二個 減肥裡面 當然蔬菜水果量要夠 蔬菜水果我覺得要挑 重點還有一個 就是蔥 薑 蒜 所以我今天這三個 全部都用到 這個我加一點 切很細的細絲 我把它加一點鹽巴 剛剛已經稍微 在節目前 我把它稍微加一點鹽巴抓 把這個鹽水拿掉 OK 還有這個辣味先稍微拿掉 這個不要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好 嫩漿 對 嫩漿 那我們加一小匙的這個 這是醬油膏 一小匙醬油膏 好味的 對 一定要味道 對 這個香油 這是麻油 對 好 那它有一點點味道 先讓它有一點味道 對 這個先把它拌進去 這個麻油 這個味道就好 對 就會掉一點食慾 就香了 再來一個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是洋蔥 洋蔥 洋蔥好 對 這洋蔥我們已經把它 切絲把它爆 把它爆成這個絲 以後把它泡冰粉 也是生的就好了 也是生的可以 我們都生的 這個是小黃瓜 小黃瓜一樣 把它加進來 這大概是兩條的分量 這也是生的嗎 對 這也是生的 都是生的 因為這都可以生絲 那你洋蔥怕嗆味 你就把它稍微冷凍一下 可以 要冰一下可以 冰果 冰鎮 紅蘿蔔絲也把它燙一下 好 來 這三絲 顏色又漂亮 對 吃完也減少煩惱絲 是這種煩惱絲 泰式的感覺 對 把它拌一下 你這樣講 好想再加個青木瓜絲 青木瓜 其實換面吃青木瓜沙拉也OK 你用青木瓜絲 或者是現在盛產綠竹筍 是青木瓜絲 青木瓜絲 白筍也可以 那加一點蒜末 你一定要 對 來 加一點這個 蔥花 蔥薑蒜頭都有 蔥薑蒜頭都有 就已經夠香了 另外一個 一點香菜 香菜 OK 也不錯 也可以九層塔嗎 可以 九層塔也可以 對 九層塔味道會搭嗎 也可以 也很香嗎 這個就看個人的口味 就是一個泰國菜的概念 個人的喜好來調整 其實就是把它這樣拌勻 讓它味道 等一下拌勻 其實你在做法上 像我是 如果你是殭屍 我會先泡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其實殭屍可以稍微先醃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不用過度調味 醃一下 其實我這等一下沒有什麼調味 或者是我們去吃小籠包 可不可以打包一份薑絲麵 有沒有這麼懶 不需要 不需要 很多份 因為薑絲的纖維多味道很重 好 最後來 我們這個味 把它等一下上盤前 很重口氣 瘦瘦雞絲就來了 我們把這個雞絲對不對 我會加一點點這個是 辣油 你要加在一起 這是麻辣香油 這是麻辣 這是用苦茶油做的麻辣油 我們就把它稍微拌一下 苦茶油 裡面是不是還有一點點芝麻 對 一點點芝麻 一點白芝麻 對 芝麻另外要再撒多一點 還是這樣就夠了 其實等一下最後點綴而已 好 OK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先上盤 邊盛盤 一般我這樣做好棒的冰箱對不對 到吃的時候 等一下你們就每一個食材一起吃 你就會覺得味道會很豐富 而且很快 很快 很簡單 好方便 這樣子你就拌好對不對 好 就把這個雞絲 你可以稍微把它拌一下 變五倍大就是這樣 對 變五倍大 膨脹 這樣雞絲就會有味道 對 很有味道 等一下你們可以稍微吃一下 然後旁邊的配菜也都有味道 對 而且我沒有加鹽 像這個我們配白飯也是成立的 對 OK 只有四分之一碗 對 那是第二 第三 四個禮拜 對 那就用一點這個芝麻 白芝麻 其實芝麻是為了有一點味道 知道嗎 對 不用太多 因為等一下你吃的時候 自然有那個香氣 芝麻也是好東西 這樣你等一下就可以吃吃看 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而且王老師 掌握了酸鹼要平衡 所以這個很適合任何不好 就是任何有慢性疾病的人 都可以這樣吃 都可以吃對不對 對 好 既然適合 大家來品嘗看好不好 好 這個聞起來味道不辣 好漂亮耶 可是很會很開胃 很開胃的 非常適合夏天 對 現在夏天這麼熱 吃這個超級適合的 所以你就一口菜 一口肉 一口肉 這個如果加點香茅的話 就有泰式料理 對不對 這個味道非常好耶 而且老師 我剛剛看你調那個 醬油跟很多味道 都是一點點 一點點 我心裡想說應該不夠 沒有味道對不對 對 應該不夠 絕貨非常夠耶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那麼大一盤 放大的無憂備 醬油膏只有1匙 1匙 1匙 1到1滿匙 那個小匙 我的油大概也是只有1小匙 不到1滿匙 好好吃喔 半成這麼大鍋 我們只分一點點匙 所以這個口感 大家都可以接受 這個雖然不是牛排 這很棒 這很棒 這如果你拿到冰箱 冰一下拿出來 那它剛剛 你吃起來太爽了 你看球賽就可以吃了 你看球賽就整碗這樣子 對 因為看球賽換這個 對 不要配鮮牛雞了 口感很豐富 還有這樣做 也符合你的膳食纖維量夠 你也會比較飽 真的 對 酥酥雞翅成功耶 對 所以這道料理 我們歡迎大家把Covic來 在家裡面可以進行的來享用 還有希望大家 在你作證的過程當中 你要行求對的方法 對 不然真的會傷身 健康的瘦下來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